你推他来讲这个不好的 另外我们也会运用若干的这种科技设备来协助我们的照顾 比如这是一种叫做驴床暴殖器 当这些病人有跌倒风险 他自己又喜欢下床的时候 当他起身压力感应变少 他就会通知发出鼻鼻叫声音 通知到我们护理师手传的接受器 那我们赶快过来看一下Fly板 那这个是有关浴室跟厕所的部分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凝除过去这种门槛的设计 让这边是平的 那水到这边可以流下去 这叫铁水沟 那这个乳银就可以方便进出 在里面也空间足够做回转 那其他像比如这个马桶旁边 这个磁砖的颜色是比较深 跟其他不一样 那这个是老人家的有时候视力对比 他的一个判别会比较不是那么敏锐 所以马桶跟磁湾颜色比较接近的时候 他可能会看不清楚 所以这样子就比较标示 他出来他就比较会看不清楚 那刚刚有提到 有身脏可以失能整物的空间 我们每一间病房里面都有他的浴室厕所 可是有些老人家他因为可能过去送风 或等等这些问题 他是没有办法在一般的这种预测去灌洗去洗澡 那这个时候过去都是用插澡的方式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们有这种沐浴推床 需要病就可以把它推进来 在这上面 让他真的有这个 这个梳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今天这个老人家 希望有一个这个泡澡的感觉 因为里面一般待会有浴缸的 那我们有这种沐浴机 可以让他在里面做事的 可以达到这个泡澡的这个效果 那另外这个是沾望与光疗食 我们知道说 病人因为急性疾病等等的原因 发生沾望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去减少 这个不管是物理性的约束 或者化学药物的约束 那可是病人又可能会产生一些干扰 影响地方安宁 那所以我们就在 护理座在旁边 设置了这样一个空间 那这边有适当的隔音跟保护措施 那病床怎么推进来 就可以在这边做这个观察 以及这个隔音的效果 避免在深夜的时候 这个影响病房安宁 那也可以减少这个药物的给予 那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病人 需要观察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可以做光疗式使用 那在这里面 他不管是这个看书下棋等等 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处理 这个沾望啊 忧郁啊 十年等等的效果 那在我们病房的设置之初呢 我副理师也非常贴心 细心的去找了相关的 这个一些 看起来非常有这个历史背景的 这个相关的图片 还有这个当时当年的我们的纸钞 那让老人家感受到 这个当时 随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些氛围 那但不过 这个还称上怀旧治疗 比如说我们这病房的 就怀旧布置 那我们也利用病房的一个小空间 设计一个阳光室 让这边的老人家 如果他有医院的话 他可以 不管是这个平常 这个跟其他病人的交流啊 或者是用餐的时候 一起来这边吃饭 那可以维持他们的一些 这个社会生理的 这样的一个交流功能 那我们在一楼的部分 病房在二三楼 一楼部分有特设 就是说特别设规划的一处 叫物理治疗区 这是给我们病房住院病人 这个专属来使用的 这里面呢 是麻雀衰小 无伤俱全 那希望可以 透过这个 不管是基因地带力 或者平常帮我们的训练 然后 让他们 得到 这个 病人身体的失能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职能治疗区 就在门诊区的后方 那这里面呢 可以看到说 这次其实有一个 模拟居家的环境 像这是 一般家里常见的床 也不是我们的医疗病床 那我们病人 因为疾病失能住院 他回家 是不是可以独立操作 他的日常生活的这些 所需要的这些功能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再 只靠想象了 我们可以让他在这边 操作一点点看看 那比如说早上起床 他可不可以 这个看起来 翻身 側身 坐起来 脚放下来 能不能起身 那家里呢 可能还有这个浴室 有这个浴缸 他洗澡的时候呢 怎么样 跨进去 跨出来 避免发生跌倒的情形 都可以在这边 让他操作 而且如果有这个风险的话 我们的证教师 可以适当的这个指导跟提醒 另外这是马桶架构器 可以这个避免 长者跌坐在马桶上面 而且比较容易起身 不然一般的马桶 高度来讲的话 都比较低 坐得下去 不见得站得起来 那我们也有 这是硬体的部分 对